各位观众,你们好,多谢来到肥坤的频道,收睇肥坤的视频 记得按订阅 今天肥坤要来到新桥的石锦当 现在是正午的12点半 这里是杜船街的石锦当 今天是非常好天,出猛太阳 早上是陰陰凉的,非常舒服的一个人 到船街街口看起来,车非常泛黄 人就疏疏落落 今天可能是星期天 有些店铺休息 或者关门 眼睛看起来,很多店铺都关门 那些人也不用了ons 人就差不多一整间街头 赶账店铺开,多个人行出 可能 до近期疫情,奥本不是转趹穩定 很多人记得验核酸 不是是 shoulder工亦也不是牛丼 市民驗了核酸,趁星期六礼拜,去珠海消费 始终消费,珠海便便宜 风劍游人,可以多选择,什么都有 去完街回来,还可以买完送回来 澳門街的货菜,这时候,仍比较贵 品价,那不一定不珠海好便宜 但在澳门食店,现餐店基本上,仍然家数 median 无法买得足够, 0售深渡 只是差一點 回想起以前道泉街 真是很旺 現在最多零售百貨 跟著吃的 賣東西玩的 廣譜、粥粉麵飯都有 現在什麼都關門 什麼都沒有 好像很蕭條 現在眼看 好像 人都是一兩個 不是很多 間中就 幾個 整條馬路 就是車多 停止營業 在一些旺的區域,有幾間店鋪開 我們一路走出去,店鋪都關門了 連招牌也拆了 前面這間麗絲攝影器材公司,可能是休禮拜沒有開門 平時有開門 這位置是跟鏡湖馬路交界 我們繼續走路旋街 鏡湖馬路也是很清靜 現在的時間是正午十二點多 馬路上都是雲少 新橋區就叫黃區 都是非常冷清 那些人就不知去了哪裏 可能真是我說出了大陸 平安無時出大陸消費 一玩就玩兩天 出大陸是有多選擇 可能明天那些學生哥哥又要上學 要做你的書包 不是校服 這樣就靜止了 小孩子也不多 街上 一路走上去都是很疏落 或者一路走上去 或者一路走上去 一個街上去 我感覺上是經常吃的店多 近期又開了很多新的店 听闻说,赌场做了一些肥鸡餐给人吃,提早退休,给你够钱 可能很多人都吃肥鸡餐,自己创业 这个时候,找店铺应该比以前便宜很多 现在基本上,饮食行业是一枝独秀的 如果你做得好,有口碑,每天都会坐满 在澳门说,这些行业都比饮食业好 来到二字街街口,内街的市场,很多瓜菜买 在澳门说,比较多人走 一过了这一段,轮流比较少 澳门真是每一条街都差不多 现在还没有人走 非常冷清 希望会好一点,遲些 疫症平稳一点就会好一点 一路看起来,有很多店铺都开了 小部分都是关门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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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